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石火 MMA放出的同时也把四闺女及其带上了热搜 除了回归新歌《How You Like That》的曲风引起了热意外 MMA中四位角色仙女的造型更是吸睛 只要你的阴阳头造型与朴彩音的蓝发造型率先登场热搜榜单 人间巴比莉沙的独特眼妆也被大家各种cover 智秀更是凭借盛世美颜拿下了单人热搜 小世界看了MMA后 对于女团的造型也有了新认识 华丽又特别的造型让人这么难忘 不过一看这些造型就价值不菲 小世界扒了同款后发现 这个团穿的不是衣服 穿的是钱 三分零三秒换了二十四套衣服 为了这次回归YG可谓是下了血本 接下来我们就来传统一下 咱们的造型仅仅有多贵 1. Jennie Jennie在新歌造型中充斥的都是香奈儿 作为形象大使穿的不光是当季而是超季款 提前放出的封面中 Jennie身穿白色露肩上衣 配戴香奈儿耳追 像一只性感又可爱的小野猫 胸前大双Clogo标志的上衣 来自2020的早秋款 搭配的项链也来自香奈儿 MMA中另一件连衣裙 来自香奈儿2020春夏款 想买都得提前预定 还要等个小半年才能到手 价格15万起跳 和韩服搭配的皮手套 都要7000块人民币 此外 还有韩服本土设计制品牌 为云里做的定制款皮肩 看起来是不是很美 但是它的价格更美丽 搬着一件披风就有20万人民币 那条搭配牛仔夹克的古巴钻链 价值一套首付55万人民币 小世界掐指一算 光是Jenny一个人的衣服和配饰 价值就要破百万了 看来当仙女真的需要银子 2.Lisa 说完Jenny我们再来看看 Lalisa 搬随着那具熟悉的 Lisa穿着一件Seline 2020秋冬系列的黑色亮片长裙 高调亮相 因为是还没有上市的新款 所以价格也未可知 同样是在上市之前就被Lisa穿上身 无从知晓价格的 还有这件Off-White 来自品牌2020的秋冬系列 MMA中大气十足的皮草外套价值17万人民币 知道价格后再看这段 那掉的不是毛都是钱啊 还有被改成魔充的宝石短裤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价格却直逼16万 我露出了乡下人的目光 Lisa在MMA中配饰不算太贵 全部加起来还没有Jenny那条古巴项链贵 最人人的金牙也才不到2万 但是几套look下来也将近50万了 只能说这三分多钟真的太贵 3.朴彩英金智秀 和前两位相比 朴彩英和金智秀几万块的裙子都不值一提了 也就朴彩英MMA开头的黑天鹅婚纱 还值得说一下 来自韩国本土设计师的品牌 价值20万人民币 上次回归 Cue This Love MMA里Jenny的白色婚纱 也是这家定制的 还有秀制的雪松黑色婚纱 都出自这个品牌之手 价格嘛 也是不仁直视 大家都知道 在Cue This Love MMA里 智秀曾带过一个3D打印的珊瑚头饰 这次YJ又给他3D打印了一个更抽象的新头饰 虽然有人说像方向盘 但是看起来也价值不菲的样子 奢侈品大牌 国际潮牌 国际潮牌 民族服饰 甚至中国的设计师品牌 在这三分钟的时间里都被囊括了 策略勾算一下 这些服饰加配饰 价值上百万人民币 YJ这次在造型方面 真的少了不少的钱 然而 造型上花的钱 比起布景和拍摄差远了 众所周知 YJ拍摄MV从来不用绿布 要什么场景都用现搭的 这次也是一如既往延续了这个烧钱的传统 而且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拍摄方式 可以说是赤巨子打造了新MV 可能是回归一次太烧钱 Blackpink一年才回归一次 一直以来被粉丝系称为福冰一女团 这次因为Blackpink的回归 YJ的股票罕见的猛涨 Blackpink的回归效应太过明显 YJ目前的摇钱术是谁一目了然 四个闺女这么争气 杨贤朔就别整天藏着掖着了 Blackpink出道这么久了 一张正规专辑都还没有 歌曲加起来也只有十几首 真的应该多回归几次 就算现在Blackpink人气一直处于高处 也抵不过姑娘们流逝的青春 公司的策划真的要长点心了 对此小世界只有一句话送给YJ 能不能让Blackpink多回归几次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哦 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 给大家看一看